有錢完全不是罪過 但是呢 我還是要跟這個同學 交小弟講 你知道記者有多辛苦嗎 這就是記者採訪 我看到今天這個新聞 我是難過想哭啊 你看這是記者採訪 我是說 你們是財團的第二代第三代又如何 你可以這樣子看不起人嗎 我就要講 記者的薪水三萬多 你可能一天不只三萬多 你買一雙鞋都不只三萬多 但是 有錢又如何 當你窮到只剩下錢的時候 是非常可悲的 我相信你家裡的長輩 會教你這一點 在今天呢就是 台北市政府市長是出現了 財團負三代的實習生 這個消息爆開以後呢 他因為在柯文哲受訪的時候 跟背後他就在那邊爆發衝突 跟媒體爆發衝突 還嗆媒體說 知道我爸媽是誰嗎 你們媒體總經理我熟 你死定了 結果他又發了IG陷動 說自己被撂倒在地上 所以呢許淑華就去質詢 那實習生的父親 是華興利華的集團老妖 然後要求市長 市長是說可不可以讓他兒子去實習 我覺得暑期實習真的很正常 然後呢柯文哲說 我有交代這個人想來 結果沒有走程序 那許淑華就說為什麼沒有 這程序呢 那為什麼嗆媒體呢 柯文哲說這個小孩子就是不對 然後許淑華質疑說 是不是拿了政治獻金 柯文哲說我一毛錢沒有拿 在這裡就是說 他是元大馬家的這個公主 跟這個華興利華集團的最小的兒子 他們生下來的第三代 但是現在呢大家就說 柯文哲是不是故意要跟財團來拉關係 你這個我不知道柯文哲你是不是搞人質 因為你如果真的讓人家來實習 或者是說你要讓一些正二代到你這邊來工作很正常 這個不算什麼 那重點是你有沒有交換條件 或者你有沒有所謂的在這裡面違反規定 那才是重點對不對 那我今天呢接下來還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我認為喔這個事情喔 柯文哲真的是害到了這個小孩 因為害到了這個小孩為什麼講 因為我今天要講說錢不是罪惡 罪惡的是你想要拿錢的這個人 你的心態是什麼 有錢完全不是罪過 但是呢我還是要跟這個 同學交小弟講 你知道記者有多辛苦嗎 這就是記者採訪 我看到今天這個新聞我是難過想哭啊 你看這是記者採訪 我是說你們是財團的第二代第三代又如何 你可以這樣子看不起人嗎 我就要講 記者的薪水三萬多 你可能一天不止三萬多 你買一雙鞋都不止三萬多 但是有錢又如何 我今天跟大家講 我們查了一下 華興利華股份優薪資本額343億 元大金控的資本額多少 一千兩百一十三億 但是我要講 當你窮到只剩下錢的時候 是非常可悲的 我相信你家裡的長輩會教你這一點 走出去 嗯 尬不再多 我不想去 你去試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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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試騎 你去試騎